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夏突然间大呼一声 糟糕 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 陆毅斜眼看了一眼今夏 发现他正在拿着银行卡瞧着 大呼小怪做什么 什么事情 我忘记问爸爸这张卡的密码了 今夏委屈兮兮地看着陆毅 我生日 陆毅淡定地回复道 你怎么知道是你生日 这是送给我的卡 今夏一脸不服气地道 我就知道 不信你试试看 陆毅当然知道 陆婷只要是送给他的卡 密码一直都是他的生日 这次送给今夏的 自然也不会例外 今夏虽然嘴上说不相信 但是心里却是相信的 他现在不纠结卡密码的问题了 反而好奇这里面到底会有多少钱呢 他听过一些结婚的习俗 改口费一般都是一万零一 正所谓万里挑一 不知道这里面会有多少呢 陆家大家大业 应该会高些吧 想到此处 今夏黑黑笑了两声 他突然间看见一个自动银行取款机 大声对陆毅道 停车 又怎么了 陆毅无奈地道 我突然间好奇爸爸给了我多少钱 我想去看一看 今夏如实地回复道 我才发现 你怎么这么财迷 陆毅忍不住调侃道 我一直都是财迷得好不好 估计你是被色索迷 所以忘记了我的本质 今夏自信地道 哲哲 你对自己的姿色倒是自信得很 陆毅再次发出了调侃 那是自然的 今夏得意洋洋地下了车 笑呵呵地往自动取款机内走去 他忍不住嘟闹 陆毅说得果然没错 密码还真的是他的生日 啊 天呀 当今夏看见取款机上显示的数额时 他吓傻了 今夏以为自己看错了 再一次用手指头一个个地数着后面的灵 没有错 是五百万 啊 什么呀 至于这样大惊小怪的吗 陆毅突然间出现在今夏的后面 今夏立刻将卡退了出来 拽着陆毅回到了车内 他神秘兮兮地问道 你知道爸给我多少钱吗 一百万 不是 是五百万 天呀 小爷岂不是发财了 五百万呀 今夏感觉自己就像中了彩票一样开心 至于吗 不就是五百万吗 陆毅一脸的不可思议 至于 至于 当然至于 五百万 小爷要辛辛苦苦打工 十年才能赚出来 今夏有些小兴奋地道 早知道爸爸给这么多钱 多在那里住一阶段好了 今夏笑嘻嘻地开着玩笑 陆毅略有些无奈地看着今夏 他这么点钱便将你收买了 要不然你也收买我 今夏笑呵呵地问道 到底我重要还是钱重要 陆毅玩味地问道 这个嘛 可不好说 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今夏故意气陆毅 陆毅用手掐了掐今夏的脸蛋 威胁道 想好了再说话 今夏立刻挡掉陆毅的手 笑呵呵地道 当然你重要了 不得不说 今夏这个回答 陆毅很是满意 今夏看着陆毅要教的小样子 继续说道 因为有了你 就等于有了钱呀 哈哈哈哈 哎 小财迷 陆毅不再理会今夏 开着车赶回今夏的小屋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真的很奇妙 若是别人听见今夏如此说话 如此表现 可能会将今夏看成拜金女 可是 陆毅便不会 他了解今夏的性情 了解今夏的语言幽默 故而才会丝毫不在意 而今夏呢 他也懂得如何去逗弄陆毅 所以才会越发地喜欢开玩笑 这种生活中的默契 往往在不自觉之中养成了 生活的琐事 陆毅选择和今夏独处 选择二人世界 选择平淡的日子 那么就需要接受平淡日子中的琐事 例如 两个人需要去超市 购买大量的食材 以解决温饱问题 例如 两个人需要打扫卫生 以保持家中的清洁度 这不 今夏提议让陆毅帮他擦玻璃 他向来不喜欢擦玻璃 可是 当陆毅拿起那块抹布时 只觉得揪心不已 实在是下不去手 今夏便找到《浪漫满屋》中 男主和女主擦玻璃的视频 和陆毅一同观看 看完后 今夏便哄骗陆毅 看见没 男人和女主一起擦玻璃 最能增进感情 陆毅摇了摇头 表示没看出来 你没发现 男主和女主一起打扫卫生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陆毅再一次摇了摇头 发表了自己直男式的回答道 电视剧都是骗人的 女主和男主都不用工作吗 整日在家打扫卫生根本不现实 好吧 虽然回答很直男 但是却成功地说服了今夏 今夏觉得甚是有道理 确实 剧中的男主和女主貌似 都不怎么用工作 可是现实呢 现实确实陆毅很忙 他也很忙 看来电视剧都是骗人的 好吧 不得不说 陆毅成功地将今夏给带偏了 可是 那卫生呢 人生除了工作 还是要生活的 陆毅想了想 购买了擦玻璃机器人 自动洗碗机 扫地机器人 打算利用智能化设备 代替人工劳动 今夏忍不住批评到 败家呀败家呀 而我们的陆总 自然能够找到理由 说服自家媳妇 并且理由还很有说服力 我们的目标是智能化生产 不能光喊口号 要付出实际行动来支持 智能化时代 要与时俱进 而不是一味的守旧 而今夏呢 觉得陆毅说得甚是有道理 将打扫的工作节省下来 喝喝茶 看看书 不香吗 香 十分的香 反正是陆毅花钱 今夏的小金库不动丝毫 至于陆毅的工资卡 是否上交的问题 陆毅没有提 今夏也没有问 两个经济独立的人 并不是很在乎这个问题 毕竟陆毅的资金状况 和陆式企业 有些千丝万缕的关系 今夏又不是学财务的 他干嘛要头疼这件事情呢 他还有着重要的事情 等着他去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